今天我们庶民列车来到了花莲 而且我们是在城隍庙的这个庙门口 在开讲以前 我是相信风生水起的 起风了 起风是代表什么 要变天了 对不对 要变天了 为什么会变天 我们要从特征主这件事情开始说起 为什么 你跟我都只是庶民 刚刚我一站出来 大家为什么开始拍手 不是我许盛梅多受欢迎 从来都不是 是因为许盛梅不愿意黑寒 所以没有工作 所以你们拍手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我们宁愿不要赚这个钱 我们也要活得有尊严 你们说对不对 给我们一个掌声好不好 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特征主的事情是 第一次证监会 第二次证监会 韩国瑜都已经讲了 一定要重启特征主 那你蔡英文总统在怕什么 第一次她没有回答 一直在回避特征主的问题 第二次被问及了 她总要回答了吧 蔡英文一点都不幽默 特征主 就是你们国民党的东场 你连东场这两个字 好像都瓢转会吗 什么时候变成国民党的东场了呢 讲到特征主 说是东场 我问大家 马王政争的时候 马王政争的缘起是什么呢 是你们民进党的柯建民官说耶 特征主就是专门去办你这些总统 副总统 五院院长 你只要贪污 你只要舞弊 是不是就要调查 对不对 对 庶民最在乎两件事情 第一要有饭吃 第二我们最痛恨这些官员 吃我们的 拿我们的 还羞辱我们 对不对 对 我们是不是需要特征主 对 结果蔡英文还说 那只是一个国民党的东场 你到底了不了解我们呢 为什么他们不敢重启特征主 我现在问各位 最近还有一件事情 有一个监察委员 叫什么名字知道吗 监察委员最有名的陈师梦 为什么最有名 他竟然说 他要约寻判马英九这个法官 他要约寻他 我问各位 监察委员竟然要约寻法官 陈师梦是谁提名的 谁 蔡英文 请问蔡英文 你都不知道吗 你都不知道大家心里想什么吗 你不管管吗 你不发表意见吗 各位 他不敢重启 是因为打到他的心脏 他的心脏是什么 你知道吗 来 菊家军 来 我问各位 三百万 陈明文的三百万 满朝文武百官都替他说话 有调查吗 没有 没有啊 庆赴案 远航案 卡神案 到现在说不清楚 检调有在调查吗 没有啊 你有给我们一个交代吗 没有啊 满朝都是菊家军啊 为什么呢 这几天在证件发表会的时候 韩国瑜已经讲了 你蔡英文 你根本就被架空了 你被谁架空呢 你被陈菊 你被苏贞昌架空了 陈菊今天有讲 啊 讲说被我架空 太看得起我了啦 菊姐 你真的不需要这么谦虚啦 民进党的谦卑 谦卑再谦卑 不要用在这种地方啦 你们说对不对 对 我们来看看到底有多少菊家军啊 知道前交通部长吴红某吗 陈菊的人 前劳动部长许明春 这些人 谁的人 陈菊的人 满朝都是陈菊的人 我们没有台菊你 请问这些菊家军 甚至于这几天 来看一下哦 高雄有一个光荣大游行 还有一个霸函大游行 可是这个游行 发起人叫引力 说有什么五十万啦 敢有 你有眼睛 我眼睛 我看得没啊 是不是 那个布 遮羞布底下敢有人 怎么我看的 跟你看的布一样啊 奇怪了咧 我们是在平行的时空吗 好 这个大游行呢 今天就有人竟然公开的说 韩国瑜不要脸 天哪 你们这些黑韩的人 还敢说韩国瑜不要脸 真正不要脸的人是谁啊 真正在掏控这个国家的人是谁啊 为什么今天会起风了 为什么我们这么讨厌民进党 你很多事情都说不清楚 来我们今天来到花脸 我们要讲 行政院东办的执行长许传胜 也是菊系人马 你们菊系人马还真的是到处都是 遍地都开花 今天呢 这个罢韩 他们去送这个罢名书的时候 高雄有一个议员 民进党的这个议员叫林志宏 我真的超气的 他讲什么你知道吗 我跟你们讲 将来我希望大家不要投给韩国瑜了 让这个韩国瑜要低于三百万票了 这样子国库可以省一亿 可能你们听不懂了 韩国瑜如果他的选票低于三百万 就没有补助嘛 那那个一亿就省下来了 他是说这样啦 但他的意思是说 这个国库省一亿 我们可以让庶民做什么呢 喝矿泉水吃乳肉饭 你讲这个话我听起来好讽刺 庶民只能喝矿泉水吃乳肉饭 在你们民进党的民意代表 跟官员的眼中 庶民就跟乞丐一样吗 那请问林长佐太太人家局系人马去招待她 那一拐都吃掉六万 一拐六万 现在我们就是喝矿泉水吃乳肉饭吗 你们是有把我们当人看吗 可是问题在蔡政府他们的眼中 就是这样看着庶民百姓啊 所以为什么他们急着 要赶快通过反渗透法是抓你跟抓我 韩国瑜说要赶快恢复特征组 不行不行不行 蔡英文怕得要死 还有很多人也怕得要死 各位我们来讲一个案子 陈菊2014年11月3号 当时她已经就任了高雄市长了 来我们看一下 庆赋案这些事情记得吗 11月3号 他们要跟国防部通过一个列雷箭的计划案 11月3号高营就通过了 来前高营的董事长陈统明 常董林文渊 许立明 我说的这些人都是局系人马 11月3号讨论过后 四天之内 你们知道吗 我只要告诉你一个数字就好了 过程我们不需要知道 17亿多 就从庶民的口袋进到庆富的口袋 然后现在已经没有下文了 这钱是你的钱 是我的钱 这个高雄市民的钱 是大家的钱 然后你说清楚了吗 有没有 没有 你从头到尾说不清楚 你路铺不好 水沟金不好 你3300亿的负债说不清楚 你庆富案17亿说不清楚 今天你骂韩国瑜不要脸 我问花莲的乡亲啊 真的不要脸的人是谁啊 韩国瑜说蔡英文总统被架空了 韩国瑜还说蔡英文总统很善良 但你有没有注意到他身边的人是谁 陈菊啊苏贞昌啊新潮流 可是你注意哦 台湾有没有钱啊 有 有钱在哪里啊 在他们口袋 想想看 两兆的封电 8800亿的钱栈 再加上庆富案 很多的案子到了现在这时候 卡在那边 怪就怪在什么 检掉单位为什么没有查 为什么不能查 但 叶颖啊看来现在这时候 蔡总统她要护的什么 护的就是她身边的这群人啊 这几个人不护住的话 她的政权怎么能够稳得住呢 朋友啊 我们算一个是总统对吧 我们是算中华民共总统 还有副总统对吧 对 选票上面印的是选总统嘛 对不对 对 可是韩国瑜昨天讲了啊 说这个总统是被院长架空了 被秘书长架空了 啊我们到底是选总统还是选议长还是选秘书长啊 我们在选举的时候选的是总统 可是呢 昨天韩国瑜讲了 说她认为 蔡英文被陈菊架空了 被苏贞张架空了 今天大家问到陈菊花妈她说啥 太台举我了啦 大家觉得是对花妈的台举吗 你们看新闻的时候 有看到菊系子弟兵 有听过这句名词 菊系子弟兵 我们从什么时候听到 是不是从吴鸿蒙 我们的社会案件的时候 那个时候普悠马号 是不是听到吴鸿蒙这个人 诶段朝是不是也听到吴鸿蒙这个人 诶现在是不是发现 诶他去中华邮政了 是不是也是吴鸿蒙这个人 诶大家说 那是菊系子弟兵 还有谁人你知道喔 华年人可能会认识啦 我们的行政院东办执行长 许传胜公 也是菊系子弟兵啦 华年人还有认识吗 菊系子弟兵说其实遍布全台湾 劳动部长许明春啊 也是菊系子弟兵啊 对吧 阿红哥哥 菊系子弟兵 其实你们高兴人真金 对 对 叫他出来是怎么知道 高兴出高人啦 哎呦菊系子弟兵 你看全台湾满部耶 徒子徒孙说满朝大概有数百人耶 你们高兴真的厉害 真的喔 对啊 那都我们高兴出副的 都送副副的 你看他多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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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六个是现在资名都比较高 因为韓国瑜是当了市長之后 知名度大大提升 但是他们政策也是都在市政府做头楼的耶 也是在市府里面吃头楼 现在很多市府里面的官员 是晋升到中央 你真的 他那有照白队的啊 我以前对阿局了 对不对 你怎么不去啦 没有啦 我没队 我是说我比较早跟着他 我就要到中央去啊 啊哪有队 这比较少年啦 最老在地方啊 要照白队啦 要照白队啦 这样有厚分配好不好 分配了很上次对不对 对 对不对 搞我们带多少 以前的政策军 带去那里面的薪水耶 对不对 主题是欧我们高雄市而已啊 现在带去你中央 欧我们大家的啦 你们的感恩啊 没有 我最不感恩啦 不是我拿不到啦 我不感恩啥 你不拿 你要拿我做工作 对不对 有 水搞不好跟我们欧 五婆就拼一 一拳好乱 五六千的工 水燕到一直流 他坐一台银爆车 嘿 你有饭人吃吗 用那咧 我不感恩是不感恩啊咧 要跟欧欧是欧欧说 他真厉害 欧欧欧 欧欧总共 就要想他控制 啊这个总共啊 全去卖就好了啦 听到特征主屁屁屁 这拼 这拼啥啦 人 海国有有说 特征主成立 可以为他先擦啦 以为他就起床不好 哦 对不对 啊另外这个拼英文 到他就起床 哦 特征主就刚才穿的 在后边 穿欧负 对不对 有 善欧分明 有 做欧的来怪 有 做善的我们要把欧欧 有 有 啊那重起特征主 有什么不对啊 有 啊这个 第一个要先查这个 你太台局我啦 我们又跟台局的 特征主呢 中起当 这个就先查他 好不好 好 好啊那如果查下去就通报了 查下去 後边那里扑起来的人 绝对比这些多少 百分之百比现定的人 那些 你要算吗 我不是 我不是 因为 我会大金走啊 要先把控制起来没有 所以既然 这些人要先把控制起来没有 有 有 这些都有尽情的 那些 那一个一个造成的 有可能发生没有 有 有 一定的 所以说 要選 既然 我们的总统 总统 总统 要先把这些人 控制起来 对不对 有 啊那没有 我看我走到纯不伴 集中庭也以前我们的市長啦 政治 日本出相和 出事都没关系 要叫他回来 是什么不敢回来 對不對 他也在等 我在要 他也在等 一月十一 这种总统的选记 他若输了啦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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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啦 委队 性慮都會委队 很多錢都可以性慮給我們的視線 像主持人說的 吃滷肉飯 配一罐礦泉水 我們也會滿足啦 結果他說我們吃滷肉飯配礦泉水 是高不如啦 這黨的狗跟我們對八成 共作是人 好 你們想去嗎 是 他記得 我們一定要支持 特徵主重啟 讓這些我們想要知道的彼岸 一人一人 讓我們知道的最最 阿樂沒有 好 感謝大家